13号开始全台为解封 花林东大门夜市也在13号 开放了非游戏类摊位店家的营业 但只提供外带、外送、禁止内用 禁止边走边吃 而为解封的第一个星期假日即将来到 夜市也严正以待做好了防疫的工作 希望民众出来透气的同时 也遵守防疫的规定 避免成为防疫的破口又吃上了法单 因应疫情指挥中心公布13日 特定行业及地点为解封 花林东大门夜市也在13日 配合花林县府规定重新开张 但仍然禁止内用 仅提供外带、外送 服艺夜市主委黄家明表示 暂停营业影响许多摊商生计 相关纾困补助会竭尽全力协助摊商申请 也希望游客和摊商都能配合失联制 戴口罩、做好清洁消毒 像微解封的部分的话 还是以饮食类为主啦 外带室为主 像游戏类的话 他们就是暂时还是在休息的状态 然后就是外带室的话 就是不让 也不能在现场这边食用啦 就是说尽量就是买了 然后就带回去住的地方吃 然后也不要在夜市周围这边逗留 因为其实都会有一些防疫人员 警察会在附近去巡逻 也不要为了买 吃点东西然后无望之灾啦 安全的余地还是很重要 因为毕竟它不是全部 全部把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所以我们也是会很担心说 疫情会在复发的问题 然后问题是有一些摊商 他们的生机的问题 所以既然你要开店的话 那个措施全面一定要做到最好 对啊像我们有遮罩的部分 然后口罩到时候还有一个面罩 然后现在第一波假期要到来了 我们也是开始在准备这些东西 未落实人流管制 在2500人以下即配合防疫措施 东大门夜市只开放中山路 重庆路及自由街分别各一个出路口 400个摊位允许四分之一开张 疫情期间也允许游戏类店家申请变更 即将迎接为解封第一个周末 也呼吁民众戴好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不要边酒边吃 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又吃上罚单 谢谢长帮彦和领事报导